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以考试试题为例 一卖场冷藏区 冷冻区 生鲜区 一般食品货架区 从无到有 制作一份完整的食品安全检查表 这边要提醒同学注意的是 在检查项目时 我们要注意商品是否过期 商品是否被做记号 以及商品包装是否破损 在考试的答案里面 要写到这些检查项目 商品没有过期 商品包裝沒有被破損 好,現在就可以了 好,謝謝店長 第二個操作項目為 POSE相關帳表製作與解讀 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都會拿到一份完整的POSE帳表 同學要依帳表上面相關的資料做計算 來回答問題 例如,如果我們要計算 優有卡消費總金額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帳表上面的第20項 優有卡消費中發現 早班為100元 中班為800元 夜班為100元 總消費金額為1000元 女生理故事 只要同學們熟悉帳表的內容及計算的公式 相信同學也一定能夠計算出正確答案 店長,就是今天的POSE帳表 請你看一下 店長,我想知道又有卡消費的金額 好,你看,第20項又有卡消費 早班是100元 中班800元 夜班100元 總工資1000元 好,我知道了,謝謝店長 好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